人产于南美洲、北美洲和热带大陆及附近岛屿 居住在美洲的墨西哥人 根据多年的生活实践 从野生仙人掌中选择和培养了味清新、营养丰富的食用仙人掌 根据测定 仙人掌中含有17种氨基酸、4种维生素、8种微量元素、多种有基酸和丰富的纤维素 属于低脂肪、低糖、低热量食品 是一种难得的绿色保健食品 近年来我国也开始引进食用仙人掌进行种植 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也发现 虽然仙人掌对土壤、温度、光照、水分的要求并不苛刻 但只有进行科学的管理才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为了帮助农民朋友掌握食用仙人掌的种植方法 我们设置了电视教学片《食用仙人掌栽培技术》供大家学习 1. 种植 1. 选种 食用仙人掌在种植之前要选好种苗 种苗是后代繁育的物质基础 是植株生长发育的前提条件 种苗质量的优劣 直接影响食用仙人掌的产量、品质和经济效益 因此选择优良的种苗应符合以下原则 1. 种苗应为具有6个月生长期的成熟晶片 2. 猪体健壮、饱满、厚实、有光泽 3. 无伤斑、病斑和虫斑 4. 无畸形变异特征 5. 母体生长发育良好 6. 种苗规格 4. 长径应大于23厘米 5. 短径应大于10厘米 5. 厚1厘米 5. 种苗应按大小不同规格分类放置 5. 种植时应按秩序种植 5. 以便生长的植株长势一致 5. 便于日后田经管理 5. 采摘种苗时 5. 一手持夹子夹住掌片 5. 一手持刀从掌片根部将掌片切下 5. 切掌片时动作一定要轻 5. 防止损伤掌片 5. 影响扦插后的成活 5. 仙人掌种片踩下后 5. 要用50%多菌灵500被叶进行消毒 5. 其方法是 5. 将多菌灵溶液放一盆中 5. 用夹子夹住种片 5. 将切口处放入药液中沾一下 5. 起初后 5. 平放在架子上晾晒23天 5. 待切口愈合后 5. 即可进行扦插 2. 整地做齐 6. 新云掌在扦插前 必须对土壤进行伸翻 7. 翻土的深度应不少于15厘米 7. 翻土的目的是 1. 使土壤疏松 7. 增加透气性 7. 二是可除掉其他杂草 3. 可使土壤吸收更多的水分 4. 可使种植后的 7. 仙人掌苗的根系生长旺盛 7. 增加主根长度 8. 防止分叉过多 8. 提高移栽的成活率 8. 翻地完成后 8. 还需用铁仙 8. 将大的土块拍碎 8. 这样做的目的是 8. 可以改变土壤性状 8. 调节土壤中 8. 水肥气热等 8. 因素的存在状况 8. 增加透水性 8. 通气性 8. 提高土壤温度 8. 促进土壤 8. 维生物的活动 8. 从而使有机物迅速分解 8. 提高土壤中 8. 有效营养含量 8. 以上工作完成后 8. 还要施底肥 8. 以本每亩地 8. 施牛粪6至8方 8. 或鸡粪2方 8. 也可施用 8. 复合肥40至50千克 8. 其方法是 8. 将腐熟的有机肥 8. 均匀地散洒在地里 8. 与土壤拌匀 8. 并将土壤覆平 8. 为了便于田间管理 8. 仙人掌田 8. 要做成适当的骑士 8. 由于仙人掌洗肝怕烙 8. 所以在做骑时 8. 要在骑两侧 8. 挖出排水沟 8. 以便于及时排水 8. 防止积水殴根 8. 在做骑挖沟的同时 8. 将牛粪等底肥 8. 与土壤混合均匀 8. 埋入土中 8. 对较大的硬接土块 8. 也要拍碎 8. 以利保伤 8. 其做好后 8. 还要将土壤中的杂草 9. 和前茶作物 9. 根精剪除 9. 根据仙人掌的生长特性 9. 一亩地 9. 定值1800片肿苗为宜 9. 其宽为80厘米 9. 其高为15至25厘米 9. 其与其之间的距离为40厘米 9. 其做好后 9. 还要在其中开出扦插种植钩来 9. 开种植钩要根据 9. 其幅大小和土壤情况来确定 9. 这个80厘米宽的旗 9. 可开两条种植钩 9. 钩的深度为8至10厘米 9. 开钩时 9. 各条笼钩应平直 9. 并且与其边保持平行 9. 钩中的土块应用锄头砸碎 9. 种植钩的各段都应保持水平 9. 否则 9. 低凹处容易积水发生殴根现象 9. 在刨种植钩时还要注意 9. 钩的水平积线 9. 一定要高出排水钩积线15至25厘米 9. 以利雨季渗水排烙 9. 为了防止地下虫害对肿片的侵害 9. 可用鲜硫酸500倍液 9. 与农用莲酶素加水50千克混合 9. 将配好的药液浇在沟内 9. 半天后就可以扦插定值了 3. 扦插 扦插的时间应该选在春季和秋季 扦插的气温在28至30摄氏度最好 扦插的方法有两种 1. 一种是在固定的扦插床种种苗 1. 等种苗生根之后再进行移植 1. 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在已经做好的旗上刨穴种植 1. 这种方法比较常用 1. 每旗种两行 1. 行距40厘米 1. 先用小铲刨出穴 1. 铲的大小根据肿苗的大小决定 1. 把长片的五分之一部分插入穴中 1. 用土压实 1. 肿苗片金的扦插方向很重要 1. 要使晶片迎着阳光照射的方向 1. 晶片应该和阳面乘45度角倾斜 1. 这样可以使晶片的两面在上午和下午都能得到充足的阳光 2. 苗漆管理 2. 苗漆管理 在仙人掌牵插初期 没有生根之前不需要浇水 在生根之后 生长的旺盛时期 仙人掌对水分的需求比较大 如果自然的浆水量较少 或者是在保护地种植 在土壤地表15厘米以下 用手捏土 如果不成团 就需要补充水分 浇水时 要把水一次浇透 在肿苗长出萌芽之后 应进行施肥 此时 萌芽长到6厘米左右 是晶片最需要营养的时候 这时 施肥能促进仙人掌的高产 如不及时施肥 会使长片 弯而薄 呈柳叶形 因此 施肥的目的是补充母体的营养 每亩可施复合肥 30至50千克 在长片周围 挖一小坑 将肥放入并附上土 施肥后 还需要浇水 苗漆管理工作 除了浇水 施肥外 剪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一般情况下 肿片切插10天后 就可生根发芽 长出第二层 二层一般留23片 原则是 有与母体同向的长片 留长在顶面 或两面边缘上的长片 方向不对的 残缺片 畸形片 虫子危害片 都要剪掉 长面上的也不应留 三 田津管理 一 浇水 西人掌 耐旱怕烙 如土壤过干 或气温偏高时 应及时浇水 但浇水要少 浇水时 一定要将水 浇到长片周围的土壤上 切记不能浇到叶片上 否则 亦发生病害 烂根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西人掌 对水质的要求 不是很高 以中性和偏酸性的水为主 特别注意的是 湿土温度降低时 不可浇水 因此 西人掌到冬季 土壤不干 不要浇水 二 中耕除草 中耕除草 是西人掌 田津管理中 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它是关系到 西人掌的产量高低的因素之一 由于西人掌 在生长过程中 肥料的供应很充足 在种植地里会有很多杂草生长 另外 地交过以后 一板结 透细性差 所以 要及时进行中耕除草 以利于西人掌充分吸收养料 更好的生长 在中耕除草时 要注意 不要离长片太近 以免碰伤仙人掌 一般来说 仙人掌的中耕和除草 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适时的中耕除草 不但可以去除杂草 还可改变土壤的物理性状 使土壤达到透气饱伤的目的 中耕后 土壤变成小颗粒团状 更利于仙人掌的生长 及时的中耕除草 还能消灭杂草中 萌生的病虫害 防止侵害仙人掌 仙人掌在中耕时 还要注意 不要过深 防止伤及根系 影响生产 除草时 遇到根系较深的杂草 可用手拔除 避免留下草根 继续生长杂草 当天气干旱 土壤板结时 还要结合浇水进行 由于仙人掌的根系 分布较浅 多在20厘米表层土内 在生长旺盛季节中耕 容易伤根 因此 应避免在生长旺盛期中耕 尤其是不能进行深层中耕 由于深层中耕 能疏松深层土壤 所以深层中耕也是必要的 但必须要在冬季进行 这时气温低 干旱 表层水面根已收缩 中耕伤根的机会较少 所以 我们可以在仙人掌 生长旺盛季节 进行表层土壤的 碎土除草工作 而进入冬季后 结合追湿底肥 进行深层中耕 食用仙人掌 精致庞大 生长繁茂 产量高 生命力强 肥料是仙人掌高产的 主要限制因素 由以幼嫩晶片 表现最为敏感 肥料供应不足时 抽芽周期变长 晶片变小 色泽发黄 鲜弱 无光泽 从而影响产量和品质 因此 肥料充足 是增强食用仙人掌 抗逆性和风产优质的 基本保证 食用仙人掌的施肥 各地差异较大 因苗龄大小 生长状况 土壤肥力条件 环境条件不同 而决定施肥量和施肥次数 土壤条件 是决定施肥量的主要因素 肥力贫瘠的土地 丘陵地 红壤 及沙土等 施肥量应大些 肥沃的冲击土 及原来的菜园等 可少施些肥 在仙人掌的生长过程中 施肥 主要分四个时期进行 扦插前施底肥 和出苗后 施状苗肥 在前面 已向大家介绍过了 这里要讲一下 施出苗肥和市场施肥 在仙人掌生长旺盛的时期 由于土壤中的营养成分 不能满足仙人掌的生长需要 就要及时施肥 补充它的需要 所以生长越旺盛 就要勤施肥 施出苗肥 就是在收割了部分晶片之后 为了促进仙人掌 继续长出萌芽 而施的肥料 施肥要以有机肥为主 要求把有机肥完全腐熟 磷甲肥为腐 也可以使用复合肥 四 修剪整肢 即时对新人掌的筋 适当地进行修剪 使其合理地均匀分布营养 对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控制旺涨 促使有用晶片发育 健壮生长 减少养料消耗 是非常关键的 人工整肢时 只有掌握正确的修剪方法 才能达到高产高效益的目的 而定牙修剪 是通过对食用新人掌的 心牙和嫩精 进行适当调整 使其具有合理的营养分配 并在田间分布均匀 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控制嫩精过往生长 减少养分消耗 促进有用的晶片发育 和新一代萌芽 所以定牙修剪 也是一项直接关系到 食用新人掌 文产高产的重要技术 一般来说 新人掌的定牙修剪 和修剪整肢 是组合起来一同进行的 在种苗种植下 长出第二代 大约半年时间 第二代才能够发育成熟 如先在二层上 长出第三代来 就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必须把它割掉 但是二层长到长25厘米 宽20厘米 厚1.5厘米时 就不要再将第三层芽去掉了 因为这时 第三层长片长成厚 可采摘进行销售 简直时 一手持夹子 夹住第二层长片 一手持刀 切除嫩芽 简直时 一定要注意 用刀要准 以免切坏第二层长片 同时 还要去除残缺片 畸形片 弱小片 虫害片 及生长在长片上的嫩芽 五 温度管理 新人长原产地分布在热带 亚热带地区 经常被误认为 只怕冷不怕热 在新人长的生长过程中 一般要求较高的温度 但温度过高 也不利于它的生长 最宜生长的温度 为25至30摄氏度左右 在炎热和光照强烈的夏季 应特别注意 和重视加强管理措施 其方法 是揭去大棚的塑料薄膜 使其通风降温 在制光照射强烈时 还需加盖遮阳网 新人长在12至25摄氏度时 开始生长 地域这一温度 则生长停滞 冬季要做好保温的工作 使大棚中温度高于生长临界值 6.采收 新人长的采摘要从第三代开始 采摘时要用刀子来割 千万不能用手掰 用手掰之后 伤口不会很好愈合 也不好看 做蔬菜用的晶片 必须在晶片长出后的一个半月内采摘完毕 此时 长片一般长到15至20厘米左右 晶片很嫩 酸味不显著 口感很好 过早的采摘会影响产量 过迟采摘 新人长的酸度高 口感不好 4.病虫害防治 保护地灾池仙人长 由于通风 光照和其他因素 肿苗本身比较嫩 容易发生病虫害 一般病害表现为 苗片有黄斑 掌面有白点 有时因雨水过多 造成根部有动 时间长了 也会造成烂根 如天气干旱 红蜘蛛 牙虫 土牛子时有发生 菜青虫 咬食 仙人长嫩片 造成二代苗片 生长发育不良 仙人长地 再种过玉米 花生的地下虫就比较多 为了节省劳动时间 杀菌 杀虫药混用 能提高药效 对于病害 主要是预防为主 多施磷甲肥 灰肥 提高苗片的抗病能力 对红蜘蛛 牙虫 可用氧化乐果 沙满类 橘汁类农药 和50%多菌磷 农用莲霉素等 混合防治 效果良好 喷洒药物时 一定要注意 不要顶风喷药 以免造成人员的药物中毒 地下虫可用心硫酸液灌根 方法是 一个人用铁棍 在心人掌掌片 两侧土壤上 各扎一个小洞 另一个人 用装有心硫酸的喷雾器 向小孔中灌入药物 操作时应注意的是 一 用铁棍扎小孔时 不要扎得过深 一般应控制在10厘米左右 二 在掌片两侧 据掌片 往下